很多共和黨人士希望保羅瑞安成為下屆美國副總統 瑞安星期三晚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嚴厲批評現任總統奧巴馬 瑞安正式加盟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他們要在今年11月的大選當中挑戰民主黨 I accept the duty to help lead our nation out of a jobs crisis and back to prosperity 瑞安是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 他利用今次的演說機會對奧巴馬總統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 今年42歲的瑞安還對競選夥伴羅姆尼開玩笑說 羅姆尼聽的音樂是在他競選車隊和旅館電梯之間聽過的音樂 他們之間是一代人的差距 瑞安還提到他的太太、他的三名子女和他的媽媽 瑞安說他的家人以來政府補助的老人醫療保險 而這個保險正是瑞安提議要徹底改革 正是受到民主黨方面強烈反對 但瑞安的演說並沒有提及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 例如反墮胎的立場 他和競選拍檔羅姆尼所面臨的挑戰就是一邊要吸引共和黨內保守派的基本盤 同時又不能夠疏遠那些立場比較溫和猶疑不決的選民 而沉默並非一個辦法 來自俄勒江州的代表嘉爾·茂斯說 據民意調查顯示 女性選民比男性選民更重視像墮胎這類社會議題 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選民說 他們認同共和黨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 美國人的國際和美國經濟是很多關注的首要問題 2008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來自阿里桑拿州的國會參議員麥凱恩說 羅姆尼最能夠代表美國和世界的希望 共和黨的代表熱切期待羅姆尼重返大會港台 羅姆尼星期二晚短暫露面 當時他的太太安·羅姆尼在大會上發表演說 羅姆尼將會在美國時間星期四晚 亦是共和黨代表大會最後一晚發表演說